昆取的美学有非常高的成就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他把昆取列为人类口述非物质文化的代表作 已经承认说昆取是一个全人类的一种艺术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昆取推往全世界去 我们的客人叫昆取之美 第一它是结合文学 我想昆取的文学之美 因为它的文学底蕴最深 因为它的内容它这个都是取牌连错而成的 那这取牌都是诗 有些像汤先祖 洪森他们 这种大家笔下 它不光是写的一个戏剧 也是一个文学的一个经典 文学之美 第二 音乐之美 它是以笛子作为主要的乐器 声宵管笛 管乐器作为这个主要笛子 它有江南文化的一种 婉约缠绵之美的那个音乐 所以我音乐的美 它也是第二个 第三很重要 它的舞蹈之美 昆取有很严格的身段表演 昆取是一个载歌载舞的形式 我们说无歌不舞 每唱一句一定有个很优美的舞蹈动作来配合 可以这么说吧 以最美的形式表现最深的感情 我想这么一个艺术 我一直很抱歉 不可爱 这也是一样的 就是要爱 这些关情 我们先感觉到心中的 对手里的身材 ある一样的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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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